对于这样的结果好像还有疑问 就想说老师我平常工作上除了会把单栏转成多栏五栏好了 那我也有工作刚好颠倒 我刚好是多栏要再转回到单栏 所以呢那怎么把它分出去 分出去之后呢又怎么样把它合并在一起 甚至大家你也可以把五栏变成两栏变成三栏 但多栏转多栏的道理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里面的话都需要仰赖像那个Current跟Row 这两个函数我想你要非常的熟悉 因为抓到哪一栏哪一列这个观念是必要的 然后呢再利用我的习惯 我比较习惯用那个Index 因为Index相对简单一些些 因为你用Indirect的话 如果刚好取得的来源是同一个A栏就还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你取得来源是像这边有C到G栏 那就会有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你怎么去变化变成C变成B到区域 这个里面的话就牵涉到要用那个ASCII Code里面的编码 位置了 这个可能难度又更高了 办不办得到是绝对办得到了 就是说可能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这个 因为在ASCII Code我们键盘的那个编号里面 最早制定键盘的时候呢 它把大写的A放在65 B放在66 也就是你可以借由那个ASCII Code的位置 去变动里面的字串 它返还给我们的东西 那这个我想等一下我们这个后面再来看 那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需要怎么样 再把它转回到单栏的话 那这边的话是已经做完的 做完的话不是说直接把这边复制贴过来 OK那是怎么样呢 是真的来源就是在这边 我的来源在这个范围 那我希望把它再转回去变成这样 那最后做完之后的答案 其实就是用index 里面的话呢会牵涉到两个东西 我想这个刚刚之前有做过类似的 我们把重点提示一下 一个是吧 会有三个 一个是range 就是这个range 第二个的话是哪一列 第三个是哪一栏 那我会用到 其实这边用不到column 因为参考不到column 就是同一栏 所以不需要参考到column 只有参考到roll 那里面的话呢 会用到几个函数 一个是int 一个是mod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啦 这个也是蛮常用到的函数 int主要的用途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就是说 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就是int 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留下来就是整数就对啦 int实际上就是整数的意思 整数 ok 然后呢mod什么呢 mod 跟中华丁那没关系啦 不是那个 一样的名称啦 如果主要是 求余数 求余数 比如说 多少除以5 比如说1除以5的余数多少 余1嘛对不对 那如果5除以5的余数多少 就零嘛对不对 如果整除就零嘛 如果是比如说像6除以5 那余多少 余1嘛对不对 ok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 那你想说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为了要把它拼凑出我们要的东西出来 配合什么 配合几个 所以第一个啦 你如果要完成这些事情的话 必须要把这个跟这个做出来 你向下填满 才可以一次做到位 ok那当然我们按部就班来看了 当然 delete掉对 在还没讲这个之前 请你先了解 mod 跟int 配合raw 那你想说 如果我今天要产生好了 很简单 1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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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的数字的话 那为什么要1到5 顾名思义嘛 我要产生1到5蓝 1到5蓝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这个是 这个旁边什么 哪一列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所以你会发现 1 11 12 13 14 15 不就刚好抓到 11 12 13 14 15 再来 21 22 23 24 25 那不就刚好match了吗 对不对 所以 一般如果说你要处理像这样的问题 我是建议 你可以分阶段处理 你不要一次就把它处理完 因为一次把它全部做完 这个难度其实太高了 那怎么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解决什么问题 比如说一样 插入函数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确定是用index 然后确定几件事情 第一个 关闭 清粟 悉素 鬆 达 嗯 诶 parce